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區政府指暴制亂後街頭抗爭絕跡 政府嚴厲實行強制安心出行 閉關所講追求病毒令容忍 大家又貼貼服服順從指引 鎮壓機器要顯示威嚴和威權和效能 一時苦無出處 手行難止 於是發出野豬隔殺令 企圖獵殺 每一隻出現在都市覓食養家的野豬 港府的捕殺野豬令 一開始引起動物保護人士抗議 截至11月15日 動保人士發起要求漁護署 收回市區野豬隔殺令的聯署 已經達到6萬 最新更有獸醫業界 包括獸醫、獸醫護士和獸醫學生發起聯署 要求政府收回鎮豬令 聯署表示野豬是香港土生土葬的原居民 與香港人一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在以往野豬和香港人的關係和諧 發生野豬商人的案例極少 過去十年間只讀得36宗野豬商人個案 實在是少之又少 如今如護處是野豬出現在市區為死罪 見一殺一實在是極不可取的作法 受以業界建議政府撤回市次定期捕捉及人道毀滅野豬的措施 以及排除重啟野豬狩獵隊的計劃 取而代之應實行人道的措施 以達至控制野豬總群數目以後 例如大規模地進行絕育手術 施打絕育針 配合長期的成效監管等 政府發動濫殺動物 最後遇到公民和專業科學人士反對 變成政治事件 其實是香港走向極權的一個表徵 極權都有嗜血的本性 但他們在羽翼未封 還沒有能力大規模屠殺人們之前 往往要靠屠殺動物來滿足他的殺綠慾望 中共進行激進的農業集體化開始的時候 就曾發起包括薩缸全中國麻雀的徐四害運動 1955年毛澤東首次批示要在7年內 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和蚊子 消滅老鼠、蒼蠅和蚊沒有多少人會反對 但麻雀竟然成為要被殺絕 原因是有政府官員認為麻雀會吃穀物等等農作物 令農業減產 所以為了推高農業產量必須要殺過麻雀 1957年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傳媒 毛澤東又清楚指示中國要成為四毛國 一毛老鼠、二毛麻雀、三毛蒼蠅、四毛蚊子 黨中央要殺盡麻雀 引起當時還有些自主性的科學家反對 他們引用外國的經驗 他們指出麻雀的食糧、農作物只屬於少數 而麻雀是會吃田裡的害蟲 萬一麻雀被殺光 害蟲少了一個厲害的天敵 反而對農業有害 還會造成生態大災難 科學家的質疑受到黨中央的攻擊 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周建仁 就在《北京日報》發表 《雀是害鳥無需懷疑》一文 認為麻雀是害鳥 害鳥應當撲滅 不必猶疑一錘定陰 1958年中共在展開大躍進的時候 也正式展開了屠殺麻雀運動 全國城鄉各地的黨組織發動群眾 四出用火攻、槍擊、石頭等的方法 建築疾殺 也燒毀著了淒身的樹木 倒毀著巢 黨也動員文藝媒體機器 大事歌中這場 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 最後麻雀大屠殺 一如科學家警告 帶來生態大災難 加劇了大躍進導致農業失收 中共也靜靜地結束了殺麻雀運動 但曾經反對過殺麻雀的科學家 就在文革的時候被指反對毛主席 被清算、加害、甚至鞭屍 現在特區政府並沒有當年 中共和毛澤東的動員力和號召力 他們動員政府部門殺豬 恐怕都是滾滾滾滾 甚至很可能發生警察和漁護 被野豬追趕的場面 特區的殺滅野豬運動 只是中共殺滅麻雀運動 一個滑溪的翻版鬧劇 但透露了當政者的極權衝動 市民和野豬都應該加強警覺 小心走避了 我是恐告福 多謝大家收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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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